大家好,我是Ryan 在上一节课呢,我们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load和get的使用方法 这一节课呢,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三个 get post和get script还有ajax的一些使用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ost 这个post呢,其实很简单跟get的使用方法类似 我们就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呢,我在这边放了一个post function 我这次get是一个test API 我不是在访问这个API,这个直接这个API了 我自己写了一个test API 这个test API让大家看一下会简单return什么 在这边如果我看到是post的话 这个UL是test,如果它是post的话 这边我就会return this is test post 如果是get的话就是会get到this is test get 这个大家不需要了解是什么意思 这其实是nodejs的内容 我用nodejs来架上的server 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API是这样return结果的 其实很简单一个API 关掉这个文件,避免给大家造成一些混淆 好,我来看一下这个 我现在呢,UIL是test 这个data这边传到 也就是说什么data都不传 然后呢,我传了两个回 传了一个回调函数 回调函数跟get其实是一样的 data是返回的结果 test的status就是当前的状态值 当我点击它的时候 我就可以看到data这边 我得到的这个string this is test post 然后这边依然还是success 在看过这个post之后呢 post和get其实两个function类似只是调用的功能 调用的API的形式不一样 一种是API支持get 一种是API支持post 它们都可以传data 然后都会有callback 然后这个type呢 其实,现在我没有给大家示范 因为我的server不太支持这个type 这边写的很清楚 就是这个server要求的客户端返回 请求类型 如果server支持这个参数的话 你可以要求server来返回json 或者要求server来返回hml 这个很多public的 很多就是公共的API 都是支持两种形式的 可以既返回json 也返回 什么另外的时候来返回xml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get script的这个这个function 看script呢 这个会第一个参数是url 第一个参数是call 第二个参数callback 因为它是get script 是获取远端的一个javascript文件 来进行本地执行 所以呢它没必要传传参数 然后给大家示范一下 这个其实不难 callback呢 也是就是成功之后会载入的回答函数 也就是success的时候会载入的回答函数 这边呢 我在这儿写了一个简单的test.js文件 放到了这个ajax文件夹文件夹下 我当前这个index是在这里 然后test是在这里 然后我呢 这个文件这个javascript文件很简单 我就输出了一行 console.log是testget script这个function 然后呢我在这边调用这个函数 第一个参数写它url 它url呢 就是这个文件的地址url 就是test.js 然后我还调用了回答函数 来让大家看一下这个data是什么样子的 好这边呢我就可以示范一下 刷新一下 我点click的时候 我这边加了一个breakpoint停在这边 让大家看现在发生了什么 这边log就会log出来这个testget script 就是从哪log到呢 从这边 说明它获取了这个文件 它完全获取了这个文件 并且完全执行了之后 完全执行 执行这个文件完毕之后 才会调用这个回调函数 才会调用这个回调函数 这个回调函数呢 同时我们还可以get到它的data 这个data呢 就是这个script 这段script 然后test 还是success 好这就是它的使用 在讲过之前load get post get script 这几个比较基本的function之后呢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个 这个功能最强大的一个ajax function 这个function也是大家未来 日后开发中最最常用的一个function 它呢可以解决以上的所有问题 就是以前样的所有函数 所有function都可以用它来取代 并且还可以实现更加多样性的操作 它的config是比较多 它能传入的参数是特别多 所以呢现在呢我给大家一一讲解一下每个参数的意思 这个ajax参数呢 它的参数呢是一个object javascript object 在这个object之后顺序之内呢 可以传入这样一系列参数 这是最常用的几种 顺序当然是无关紧要的了 首先呢我给大家讲这个uil uil不用多说 之前每一个这个api 每一个这个ajax的function都会有一个ul的参数 这个ul参数也就是那个api的link的地址 第二个呢就是data data呢什么意思呢 它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如果我这个请求是get的话 它就会把这个data呢转换成query string 转换成这个uil后面问号后面的一系列string 就像我们之前这里没有 我们之前使用过的啊 类似于这种问号 然后某一个参数等于什么 类似于这种样子 如果是post呢 就会直接把它变成一个post的object post body传出去 然后第三个参数呢 也就是type type呢它可以是get或者post 最常用的是这两个了 当然熟悉rest的api的同学还会遇到put 和delete另外两种request 这边都是可以传入的 然后呢 data type 这个其实是根据server有关的 比如说新浪微博的api 比如说微博的api 它都可以 data type你都可以写 这边可以 这个server是可以接受两种参数 一种是json 一种是xml 它们都会return这两种形式的 的return的值的类型 也就是json 它就会给你返回 这个server就会传回来一个jsonobject 如果是xml server就会传出了一个xml 文档 然后呢 呃 这边呢会有两个 会有三个callback function callback function呢 呃 这三个function是最常用的 其实它还有很 其他的callback function 但这三个方式是最常用的 success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类似于之前我们的所有callback 就是在success 在这个api 在这个 访问这个api 得到结果之后 得到正确的结果之后 也就是既不是400 也不是500 我刚才说到这个400500呢 就是它的 htp的status code 也就是这边status code 像200就是ok的意思 400以上 或者500 呃就是各种servererror 或者cannot find content 之类的error 呃 然后呢 在这个 刚才我已经把error类型说了 也就是在遇到之前 我说的error类型的时候 就会 就会 靠这个 就会调用这个errorcallback 啊 这个也非常好理解的 但是呢它还有complete complete什么意思呢 就是无论如何 就是 当这个 api 结果返回的时候 也就是无论它是 呃成功与否 呃或者 失败与否 我都会靠这个complete 它就是完成 所以说 呃 只要完成 就会靠 也就是每个ajax call 都会拥有这个complete的callback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历程 这历程呢很简单 我就是把它copy过去 给大家看看 呃 这里面的参数 是什么样子的 这边呢 我还是一个ajax 靠我刚才那个API 我刚才写在这边 简单的一个 呃 node.js 呃 node.js的API 然后我这次呢 return的是一个object 我这次不return一个string了 如果在post的时候 会return一个object 在那个get的时候 会return一个string 呃 这边呢 我先访问这个post的API 我把type写成post datatype这里无关紧要 因为我的server 现在不能处理这个datatype 永远都是return return 我设定的这个值 但是有些server 像twitter 我刚才说 twitter 微博是可以接受这个参数的 然后return的data呢 现在也无关紧要 我其实这边 呃 虽然接到data了 但是return 呃 我就send了出一个request 然后我在这边呢 呃 不好意思 重新刷新一下 好 我点这个 我在这边加了个debugger 大家看 我发出这个request 并且我在networktype 可以看到 我发出这个request 这个request 得到结果就是这样一个jsonobject response 是这样一个jsonobject 然后我在这边呢 停的这边呢 我停到了success 说明这个apf要success了 在这里呢 我可以用argument 来看一下现在这个这个函数 目前的argument 它的第一个参数 就是这个value 第二个参数呢 是当前的那个status code 也就是之前我们看的很多就是success 无非就是success或者arrow 然后第三个呢 是它内部的一个object 这里我不给大家仔细 不给大家详细介绍 它其实是一个xhr的object 这边可以实现一些 比如说 呃 中断这个请求 或者什么 一些function的使用 呃 有时以后有时间 我会把它这个 这这一些内容 专门腾出一堂课 呃 专门给大家讲解一下 目前呢 大家初学者先不需要了解这个object 然后呢 它会靠这个complete function 靠了这个complete function 这边还是一个是一个xhrobject 就是刚才那个object 跟刚才是 呃 一模一样的一些 api 一些functions 在这个object中 第二个呢 stated就可以在这边看 它是还是success 无与否或者fail 我在这边做一些小小的测 这边加个1 就 就一定会遇到 呃 1呢 就一定会遇到 呃 404 not found 因为我没有这个handler 所以呢 我现在 点击一下这个button 看我就进入了errorcode 为什么会进入errorcode呢 因为这边会post 但是遇到了404 not found 因为我没有写 完全没有写这个api 所以它是not found 之后呢 大家看这边存在的第一个 还是xhrobject 第二就是它的status 第三个呢 呃 就是它的error的这个string 现在目前是not found 这个error 不是一些server internalerror之类的error 呃 在讲过这个jqueryajax的历程之后呢 那我还想突然还另想到两个比较常用的一个呃属性呃 ajax的这个config的属性呃 其中一个呢 是这个before send 这个是也是一个callback function 这个callback function呢 就看字面意思就是在发出请求之前会靠这个function 也就是它会在successerror和complete任何一个函数之前 因为这个请求还彻底没有发出之前会靠这个function 也就是有时候你要在页面中显示一些spin inner一些呃旋转的loading的图片 可以在这个before send的时候设置一下这个图片 然后当complete的时候把这个图片拿掉 然后显示一些error code error message 显示一些error信息 或者显示success的信息 比如说显号是有时候一个API请求成功力之后 会显示一个呃绿色的button显示 告诉用户这个请求已经发送出去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常用就是这个cache 但是我刚才忘了忘记提了 开始有时候有时候在调试过程中 经常呃比如说改了server的API的返回结果 但是在前端是看不到呃 其实是浏览器cache了这个API的请求 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就会希望把它填成false 因为而且呢对于一些经常变动在每一秒或者每一分钟都会有实时的呃变动的API呢 我希望大家呃呃呃呃在开发中呢尽量把它设成false 那这个进行 oper第三个部分 这个是这样会避免很多麻烦呃呃呃 只有当很希望浏览器来呃呃呃呃呃声 是某些request的时候 比如说有些request不经常变动 在那种情况下 会把它设成tru 只有它的使用 一般的使用规则 好 这经过两节课呢 我们就介绍了ajax的基本使用 的使用 方法 最后一节课讲这个是最常用的方法 因为它的可配置的最多 然后对于一些简单的使用环境 希望大家尽量使用这些 因为 它传说参数比较少 然后就是代码 比较简单明了 然后调试那个未来debug 的时候也比较方便 而且也逆读性比较好 对于以后维护代码的 其他人对他们 维护起来代码呢 可能会比较简单